好,我们继续开始这个昨天的这个课程 昨天我们讲到哪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昨天应该是我们这个现在整个人员管理模块就讲完了吧,对吧 在这里边实现整个的这个登山改查在这里边都已经实现了,对不对 那么呢,今天我们其实这个帐本管理模块啊,跟它其实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很快速的就能把帐本管理模块做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类别也给做进去,好吧 逐步下来我们这些模块就会越来越快了 因为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个框架呀,基础的这个框架呀,已经全部搭好了 只需在上面继续叠加我们的新功能就可以了 啊,我们下面今天先把帐本管理快速的把它做了 我们帐本管理其实呢,跟它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这个帐本管理 说白了就是这个吧 新建是什么呢,新建一个帐本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啥几个字 比如说要打个北京出 拆 对吧 点击保存 是不是 这下面只不过多了一个合集消费 我们现在有可能还做不了这个合集消费 因为必须还要有个新点 修改基本上一样吧 我们把它点成默认之后 我们看到北京出差就有个绿点是默认,对吧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把它给做一下 但是这里边我们今天就要牵扯到一个新的东西 新一点的东西了,就是使用失误 前面咱们这个只是简单增生查诊 还记得记得咱们这个Citual DL Base里边封装了有失误啊 对吧 今天我们就把它用 用进去 呃,用进去呢 我们的失误我们先 看一下 这个是把它的这个添加帐本后把它设置上默认 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比如说我新建了一个账本,对吧 我新建了账本之后把它给制成这么一个默认的状态 嗯 我们直接来进来看看 对 嗯 嗯 我们直接来打开 这里边有些代码呢 我就不直接使用 不直接敲了 我就直接使用它这里边 我们先把这个布局给弄出来吧 对吧 我们的这个 首先要有一个这个List View 是不是 直接我们考过来用就可以了 这个布局很简单了 就不手中敲了 这个布局应该叫Account Boot 这个List 我们在这里边用的话 考过来还要把它稍微改造一下 我们这里边因为这次就没有加List的这个字符了 我们不用List 直接把它改成了 这个先把布局我们先弄回来 然后我把这个Renay一下 因为这次咱们的约定是没有这个List 先把它加安 布局 然后List有了 我们肯定还要有Item吧 对吧 嗯 再考过来 我们来一个一个把它修改一下 先把它改回饭 这个基本上都一样 这个用的是LV 命名也一样 但是这里边这个报的就是个什么错呢 你有这个风格 哦 我们应该是这个前缀是在前面了吧 这次 对吧 好 这个就不报错了 然后我们的Item 看一下里边的一些命名 是否不会忘 ListItem Arcounterbook ListItem 上本 对吧 这个Select 是直接使用的 然后图片呢 我们有一个Tedging 这个名字就不太规范了 对吧 我们把它改规范 这个应该前置是I-Web 这个是T-Web 然后这个应该直接用咱们定义好的这个风格就可以了吧 这个暂时给它去掉 现在 嗯 我们把这个 看我们用的那个风格是什么风格 应该是这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样式 样式 就是样式我记得里面封装什么字体的大小的颜色 我们在这里直接把这两个人给复制掉 对吧 这个复制掉 然后这个具体边的编具我们也也给它去掉 因为我们先前的这个是定义了一个最最小的高度是吧 这里的统一 都用一个最小的高度 然后接着替换 这边的这个汇总也得提换掉吧 这个汇总的颜色是个灰色对吧 应该是 这个就不能用默认的样式了 我们这里要就直接用它这个设置好的这个 颜色 然后这个距左边的一个距离 距顶部一个距离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暂时也可以去调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消息 具右标的距离 这个是 具右标有一定的编辑 具右标的编辑 我们暂时把它留着吧 然后同时呢 这些PX的目标 我们也改成我们这次约定的DP 这个top也先去掉 这是去左边的编辑 我们用DP 这个也用DP 然后这个是负 太微 这个money的颜色 实在是二十多 钱 其他应该没什么了 这些的改样 这个也是TX 这个打错了 这边是TV 这个也是TV 打成IV 这边也是用TV 这个布局很简单 应该能看懂吧 谁在谁的右边啊 谁在谁的下边啊 就是这个 听一下 搞错了吗 哦 这个ID 还是没改完 这个 有时候 可能一有 一漏 这个呢 这个是IV 这就对了吧 然后 这时候布局有了 我们是不是要弄 来的TV 这时候其实我们很简单 把这个 user这个复制过来 就可以直接用了 我们把它改一下名字 先直接改一下名字 改过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 Adapter 也可以直接用了 我们先把底层数据库弄好 数据库直接烤过来用 所以说你最后这东西 封装好之后 你甚至考过来 直接把名字批量 替换一下 直接就全能用了 这就是统一 统一它的格式的一个好处 对不对 你代码差别不是很大 你搞了一个批量替换 就什么都能用 这个呢 这个那个user 直接粘过来 一会我们再慢慢的 把它就替换掉 还缺个 Debitor 对吧 好 都进来吧 咱们从底层来开始改起 底层来要替换它哪些东西啊 我们先搞一个批量替换 把它字符给替换掉 有的换成 阿康呢就行了 我们还少复制过来 这个东西model 是吧 这个我就直接弄这边的过来用 这个里边呢 我们把命名给规范一下 这个里边我们把命名给规范一下 这个属性比那个稍微多了一点点 多了一个是否是默认账本 对不对 有个标识位 默认账本才能显示一个绿颜色的点 对吧 这里边呢 所有的批下滑线 我们其量喜欢 喜欢能批 这model的就没事了吧 顺便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因为实体类是对表的这个映射 对吧 这个表有什么字 同样的还是必须有个主件ID吧 账本名称 添加了一个日期 对吧 还有一个状态 账本状态是否删除 是吧 失效启动 就是删除 每个删除 另外一个多了一个 是否是默认账本 对吧 这个表跟那个差不多 也是基本上一样 很简单 这里边呢 我们刚才已经批量替换锅了吧 对吧 这个人家先不用管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一个找 这个是account book ID 我估计是需要重新打开一下 刷不出来 这里边很多错就已经不报了吧 对吧 刚才肯定是改了 他没刷新过来 嗯 说什么已经生名了 哪有啊 怎么会是已经生名了 这个我说怎么已经生名了 这个不小心把那些什么给替换了 把这个来回切 有时候就容易搞混 把油的这个类给替换掉 我再换回去 Riple is all 再换回去 这就不管了 这里边的这个 这里边的这个这回得换呀 不 这个别换错了 这个user换成account book 对吧 我说怎么报了已经生名呢 等一下来 这个user先不管它 我们看这里边都要替换什么地方啊 set account book 这个咱们有这个属性吗 有啊 先不管这 我们想改下边了 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实体类 刚才是这个实体类吧 我们这个里边 get set之前写的都是大写的 还是把它改成小写的吧 我们还是用p这样子 不去换吧 然后大写的get 大写的get 替换成小写 就把错了 这里边大部分应该都不用替换 主要替换的是哪替换呢 id name 咱们这里应该是少了一个属性吧 对不对 找实体类的时候 还要有哪个字段啊 咱那里是不是有个是否是默认的 直接我们把它给弄过来 删掉 这个时候我把那个也给打开 有些东西 这个 这些都是同步的东西 我就不同步调了 我把刚才在这里边看到的这里来给打开 我找一下他的三个模式 直接有些东西直接烤过来用 或者是这样吧 我直接把这里的给烤过来 我把命名给它改规范 算了 因为我没直接用这里的 主要是这里边的命名不太规范 我直接挪过来用吧 另外一个咱们在写的过程中 好像是 就应该是又改了一点代码 有些代码可能 不是说完全正确 这个就搞得比较麻烦 我们把这个点赛 都换成点 还不敢全屁股 我怕里边有其他的这些 所以说这就搞起来很有远信 让我想一下 要不然那个 那个类我直接挪过来用 我也先别改名字了 这样改起来 这个东西没什么意义 这个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我直接用那个实体类里边 这个名字我先不得改了 这里边数据库的基础操作类 咱们记着 自己做的时候 遵循家伙的规范就可以了 好吧 要不然这个东西没什么意义 我在这改来改去的 意义也不大 直接就用这里的 咱们做的时候 记得用自己的规范 别直接摘过来抄就行了 我们这里边也是有一个默认值的 这叫默认账本名称对吧 我把它给弄过来 把它弄过来 默认账本名称的那个 Street 我那个先前的这个默认插入值是放到 是放到那个什么里边了 我看看这个是默认 插入默认值是放到数珠里边 插入默认值那个方法是这个吧 应该是getspin里边 我们还是把它放到这个getspin里边算 这个我知道 然后看这里边是直接插入一个实体类 我们直接规范一下 还是把它放到一个spin里边 我先把它给找出来 这个吧 默认账本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话是只插一个默认账本 万一我们自己在下面做的时候 想插入多个账本 好几个账本的时候 对不对 扩展就扩展不了了 所以说写到那里边不是非常规范 我们都统一把它的放到这个数珠里边 咱们先前的插入数值 插的是这个张三里四是吧 我们放到这个下面 直接抄过来 这样的话比较符合咱们这次的这个成绩的一个规范 插入默认账本 我们的值呢 只有这一个就可以了 把它给删掉 分一下完 来就这个主意了 Ruben